怎麼樣的存在 你為了你的價值 其實我覺得我一直對我家人真的是覺得 很抱歉 因為我覺得 可能小時候就單親吧 然後小時候就沒有爸爸 然後逼著我自己要在外面 其實 要很獨立 然後我記得我小時候是一個 很喜歡哭的小孩 就我每次如果 我要一個玩具 然後我要不到 我會一直哭哭 我印象中 就是我看一個卡通 然後後來那個卡通完結篇了 然後我就想說 那我以後看不到那個卡通了 那我要買那個卡通的玩具 然後我爸就不買給我 然後我就一直哭一直哭 我記得我就是哭到很晚 哭到晚上我爸受不了 然後我爸才去 就是買了那個玩具送給我 可是我後來 就是我爸在我很小的時候就去世了 然後我就那時候感覺到說 我們很小的時候就要去外面工作 然後去接觸外面的環境 然後我覺得我好像變得比較獨立一方面 我覺得我變得比較 不知道不知道怎麼跟我媽媽有一個 你知道就像很多我覺得很多小孩 很多可能比如說小孩子 他會很容易跟家裡的爸媽說 啊爸媽我愛你啊 或者是我看到有些跟家人的那種是會很親密啊 或者是會怎麼樣 那我覺得我就是那種很 我對我媽的感情很深 但我又不是一個很會對表達的人 我自己後來發現我有在這方面 就是一直一直是一個很遲緩的的人啊 所以其實有時候很多時候我覺得 像你知道我媽媽 我媽媽如果她身體不舒服或不健康的時候 我基本上我是用 我會用罵的叫她趕快去看醫生 我一直說其實我是擔心她 但我好像我一直用的是比較 當然後來我也想過就是說 會不會是因為我很早 我很早我爸爸就不在了 然後我覺得其實我跟我媽的那個關係 已經不是她是我媽媽 有點感覺是她是我妹妹 然後我覺得我要在 因為我家裡是我姐嘛 我媽媽 所以沒有一個男生 然後我好像無形中 好像潛意識裡面就 就要告訴自己說自己要很堅強 然後你要當這個家的男人 所以很多時候其實我跟我媽媽都是 你知道就是就像說我明明是很擔心她 但是我都是會 會用比較責備的方式說 啊為什麼 怎麼會受傷啊 怎麼會被刀切到啊 怎麼那麼不小心 所以我媽媽其實有時候也會很胖 我說她有時候人不舒服啊 她會怕被我念 對然後我就覺得 就很 有時候覺得很好笑 怎麼會 怎麼會 怎麼會這樣 但是就是 相對啦我覺得我跟家人的 情感就是 像我有時候我很其實 我不喜歡在 節目上講到 關於我媽媽的事就是因為 我每次 講到我媽媽的時候我都會覺得 就是很難過 因為想到小時候 她 真的真的很辛苦要養我們 然後我記得以前我媽媽有時候 我媽媽因為 她也是很會 她也是一個很愛哭的人 她有時候有一種命運就是很難過說 對啊 她很辛苦啊有時候 那時候可能為了沒有 沒有費 然後她一個人又賺不了很多錢的時候 她要去跟人家借錢 然後你知道嗎 有時候你去跟人家借錢的時候 人家可能就會給你臉色 然後人家也不一定會借你 所以我印象中就是我媽媽常 就會覺得 嗯我們小時候很窮 然後我們都被人家看不起 就是我會有很強烈的那種 好像我媽就會覺得她抬不起頭的那種感覺 我記得以前我們連要去親戚家 我們沒有錢買禮物 然後我媽寧願就是 就不要去找人家 因為我媽就覺得 嗯很丟臉啊 我們連買禮物的 買禮物的錢都沒有 對啊 所以其實那種情感 真的還蠻 蠻說不上愛的 嗯 媽媽喔 她是個很堅強的女性 不然 不然 但是她是很強的女性 對啊 因為我覺得 就是一個 我覺得一個女生 然後從小要把小孩子養大 我覺得真的很不容易 因為我媽媽其實那時候 她是那種鄉下來的啊 她也不是那種就是 很會在外面賺錢的人 所以相對她 我覺得她要養我們她 更辛苦 所以我印象中就是我 呃 我其實小時候對我媽的印象真的就是 我每次常常看到都是她的背影 因為她就是要 她要不斷地工作 然後賺取那個 微薄的薪水 然後她才可能 才可以幫我們付學費啊 我記得以前我媽媽那時候 後來要去外面工作的時候 然後我小時候我還會 就是去陪我 等我媽下班 然後就騎腳踏車在後面 然後我那時候 我自己會保護她 因為我很怕她騎腳踏車在路上 會被人家 就是撞啊什麼的 然後我就覺得 嗯 放學然後有時候 有空的時候去 我媽公司等她下班 然後就跟在她後面 然後我覺得那樣 是個男人應該要做的事情 那現在長大的想想 就會覺得 還蠻好 蠻好笑的 嗯 印象最深的喔 我對我媽 像最近就是 我覺得她很 她也是就是很容易會哭 就她 她每次只要想到以前 很辛苦的 我們一些 小時候的事情 她就會很容易很難過 然後 我都要常安慰她說 我說媽妳不要難過 我們現在不是很好了嗎 你為什麼一定要 一直要想到以前 人家 可能 怎麼欺負我們 或人家以前怎麼 看不起我們那個 然後 我覺得我媽哭起來 就很像小孩子 你知道嗎 然後就變成我要一直 安慰她 但相對我覺得很可愛啦 因為 就像我講的嘛 我覺得我跟我媽的關係 我不覺得她是我媽媽 我覺得她比較像是我妹妹 然後我就覺得好像 就是 就是我一直要管她 她的那種感覺 我印象說我們小時候 其實環境還蠻好的 那時候我們就住那種 好像都一到四樓那種 那種 就是整棟的房子 但後來其實 那個變 其實後來變化還蠻大 就是 後來我爸去世以後啊 然後就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就 我就 結果我們 我跟我媽我姐 我們就突然被人家趕出來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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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突然 搬到了一個 而且你知道 我記得我們小時候 一般人家搬家 不是有搬家公司嗎 然後就是會再 就是會 會 呃 搬你來 搬那個 然後 然後我們 因為我跟她說 我們 我小時候 我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我爸 後來就是去世以後 我們是那種 連夜被人家 趕出來的 所以 我們是 我們是那時候 而且因為那時候 那時候 我們根本沒有錢 然後我記得我們那時候 我們認識那種 就是也是那種 撿垃圾 推車的阿伯 然後我們去跟他借那種 借他的那個推車 然後就搬了我們所有的家當啊 什麼棉被啊 冰箱 然後我們就是 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我們那時候 晚上我們都還在外面 就是用那個推車 然後到處去找 去找 找地方啊 然後找 然後就是 找一個地方可以住 然後我記得我們那時候 找了很久 然後我們找到那種 就是那種 那種比較 比較 舊式的那種 公寓 對 所以我 就是小時候 對於我們住那個 整棟的印象 就是 那時候記憶好像就是感覺 很奇怪 莫名其妙怎麼就被人家 趕出來 趕得還蠻 還蠻 就很急 然後我們也就 就就就就 也沒有什麼錢 然後就 只能連夜 然後去找一個 很破舊的 那種公寓 就是臨時租下來 對 有 我覺得有非 其實還蠻嚴重 就我覺得為什麼我小時候會 比如說當班長啊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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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 只要我要做的事情 我在各方面 我的能力都會很強 不管 比如說 我可能今天跟朋友去打籃球 或者是 比如說 打撞球 我是那種好勝心非常非常強 就人家會覺得說 就出來運動嘛 可是你知道我就是那種我一定要贏 因為我會覺得說 我自己後來感覺到就是 我潛意識裡面會覺得說 我們家算很窮 但是我不要讓任何一個人看不起我們 所以我就會想要在 你說不管在客業上啊 在 很多地方啊 就是要讓人家覺得說 好像我很厲害的那個樣子 可是那是 那是很辛苦的 而且包括會讓朋友 就是有些朋友跟你相處 其實會有壓力 因為大家會覺得說 比如說 就是打球嘛 你幹嘛 好像就是 一定就是好像要打冠軍被一樣 就是跟你打你就一定要贏啊 輸了還不行 你還會不高興 但是大部分我都是贏啦